零妖 有一个词语叫透支 其意思是说 一个人过分消耗体力、精神、所做的事情 超过了自己或者别人可以承受的程度 透支身体的人 后期可以努力锻炼 好好休息 从而恢复体力 透支精神的人 却往往是浑然不觉的样子 还以为自己活得很潇洒 这是当局者迷的缘故 俗话说 身在福中不知福 随着网络的兴起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也越来越方便 动动手 打开微信 千里之外的人 都可以联系到 看到 不可思议的是 很多人把朋友圈设置成仅三天可见 把人与人之间的桥梁 悄无声息地拆掉了 还以为 这是独来独往的人 是在变得强大 殊不知 这是把网络带来的福气 一点一点消耗 从现实生活来看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的人 可能透支了以下几种福气 02 第一 透支亲戚朋友的信任 关系渐渐疏远 托尔斯泰说过 要做真正的知己 就必须互相信任 我们常常抱怨 生活中没有朋友 遇到困难 也没有人帮助 可是我们很少这样想 如果自己不愿意伸手 谁会主动和你握手 如果一直不与人联系 谁会忽然冒出来 和你站在一起 如果有人愿意帮忙 或者与你结交 其实是养兵兼日 用兵一时 也就是说 把平时积蓄的感情 在某个时候 集中用起来 成就某件事 前几天 遇到一个老同学 我和他聊几句 然后我打开他的微信朋友圈 发现一条横线 任何内容都没有 说实话 这个同学 我有几年没有看到他了 因此我本能地想到 他不值得信任 也许他来到我身边 是有利可图的 或者有不可告人的目标 人与人长期不见面 是会有隔阂的 通过朋友圈互动 就可以把这样的隔阂消除 可见 朋友三天可见的人 隔阂永远存在 信任度持续下降 没有人愿意 和一个自己不够了解的人 合作共识 突然冒出来的人 会吓别人一跳 03 第二 透支互相分享的快乐 越活越孤独 小时候 我们考试拿了满分 一路奔跑着回家 要告诉父母 母亲说 好啊 今天晚上 我们吃大餐 庆祝一下 墙壁上 贴着读书时的奖状 亲戚朋友进屋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 然后嘖嘖称赞 被赞美的人 内心总是喜滋滋的 人是社会性动物 天生就爱分享 打开朋友圈 把喜闻乐见的事情看一遍 把自己的生活情况晒一晒 顿时就变得美好了 隔一会 也有人点个赞 虽然是无心之举 但是被点赞的人 仍旧会明白 有人在乎自己 能够自由分享 一个人就会很轻松 内心也没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一面 坦荡 自由 博爱 这些都是福气 当自己的福气 分享出去之后 收到的人 也感受到了福气 这样的行为 应该就是随喜吧 朋友圈三天可见的人 别人走不进内心 自己又不愿意走出去 因此越来越孤独 失去了什么 一时半会说不清 但是心灵空落落的 零四 第三 透支内心坦然的舒服 制造不必要的烦恼 春秋时 孔子是一个被人尊重的老师 但是他也有没规没矩的时候 学生载宇常常反驳他 不讲情面 有一天 载宇没有来上课 孔子派人去探望 发现载宇在睡觉 他生气地说 朽木不可凋野 粪土之墙不可污野 孔子和弟子云游的时候 在郑国被困了 大家都走散了 孔子站在东门等候 郑国人见他 认为他是流浪的狗的样子 子宫把郑国人的话转达给孔子 孔子笑着说 似丧家之狗 燃灾 孔子认为 这个比喻很形象 真的令人开心 人与人交往 需要礼仪 规则 道德等 但还需要学会变通 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放在一边 寻找乌浊之中的美好 如果孔子把他经历的这两件事发朋友圈 估计大家都会觉得 他特别亲切 他的烦恼 也因此消散了 我们发朋友圈 很多时候 不就是发牢骚 发泄情绪吗 如果生活中 你连讲话的地方都没有 朋友圈 就是在接受你的废话 做人 要学会不吐不快 不要把所有的人 都当成仇人一样去防备 偶尔遇到一些不礼貌的朋友 随意评价你的朋友 你把他拉黑 屏蔽就好了 真的不必 把朋友圈 设置三天可见 把郁闷的气氛 一直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总是说心安是福 可是你的内心 一直有闷气 怎么会心安啊 还是打开天窗 说亮话 零五 第四 透支亲人的关爱 让亲人们很担忧 莎士比亚说过 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荣辱 它能使一切恐惧震惊和痛苦 在深受时化作甜蜜 如果不是真心爱你的人 谁会时刻盯着你的朋友圈 很多亲人 不会给你点赞 但是一直关注着你 默默地给你加油 比方说 你的父母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我的同学小李 在外省读书的时候 每次上飞机之前 都会收到父亲发来的消息 下飞机的时候 手机会连续响几次 父亲一直在关心 有没有平安抵达 东西都拿好了没有 小李的朋友圈里 能够看到父母下地干活 也会看到父母的留言 小李大学毕业后 有一段时间 把朋友圈关了 父母很着急 打来电话 担心他遇到了大事 这时候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把亲人拒之门外了 大大方方打开朋友 真心爱你的人 才会知道你的消息 才会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长舒一口气 悬着的心 放下来了 爱与被爱 都是莫大的福气 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动作 就全部消耗光了 06 一个人真正的福气 不是赚了无数的钱 而是精神愉悦 身心轻松 人际关系有温度 家庭很和睦 所谓命苦福泊 不是别人拿走了福气 本质上是自我消耗 让精神越来越维靡不振 每一个日子 都感受不到温暖 无心看风景 虽然 朋友圈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但是里面藏着很多的爱 也有很多的互动 也许你很忙 没有时间发朋友圈 但是你可以打开朋友圈 就像推开窗户 让春风涌进来一样 告诉你 点个赞 留句话 给个笑脸 传播正能量 隔空拥抱家人 放松心情 打开心扉 看一看父母的样子 都是福气 从今往后 不做亏心事 不躲任何人 关注我的文字 走进你的心灵 感谢观看 出品 写 期 mods